北京时间10月17日的凌晨,欧国0A1组赢了一场比赛,德国队客场挑战世界冠军法国队,最终90分钟比赛战霸,德国队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被法国队2比1逆转。 输掉本场比赛后,德国队一分小组垫底落后和蓝队两分,如果后面一场比赛再输一万,德国队将有可能面临垫底降级的可能,而对于德国队来说,真要垫底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相反更是一种解脱,因为就目前这支德国队来说,欧国0降级这样的结果,应该是对球队现状最好的鞭策了。 德国队已经到了不迫不力的时刻了,世界被出局的结果,并没有给他们什么政策反馈,那么就让欧国联降级来实现吧。 目前的德国队在欧国连上三场打尽了一球,丢掉了五球,球队的进攻和防守都难登大雅之堂,而强调的传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效控球。 因为在其他关键数据的宣门次数,许正次数,任意球都是处于下风的,空有空球,没有进攻,防守漏洞摆出,攻不成手不就轮为欧洲二流球队。 这支德国队创造了一系列史辱,2018年11场比赛输掉了6场,创造了德国队历史之足,11场比赛只有一场林峰,林峰概率为9%,上一次比这个还糟糕,但是54年前的事情了。 林峰率为0,如今乐夫的球队刷新了新的纪元,而进入千禧年以来,这是德国队首次正式比赛,二连板,德国队走到如今这个地步,主教练该负有第一责任,乐夫作为德国队主帅,是时候将主主帅率应了。 这位德国足球历史上执教时间最长的主教练,如今已经走在那下课边缘,不破不立,乐夫早在世界杯小组出局,后就该下课了,如今德国足球也是为自己的愚蠢决策满单了,戴古龙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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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放